张纯儒的《南京大屠杀》读来令人印象深刻,久久难以忘记 这本书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作者对大屠杀本身各种残忍、血腥、暴力事件的描述 二是作者对日本试图掩盖大屠杀的成功、颇感意外 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全世界知道此事的人基本上很少 日军丧心病狂,令人毛发倒数的各种凶残屠戮 堪比野兽更疯狂 在这些谢玲玲屠杀的背后,作者探索了日军残暴行为的成因 首先,社会背景 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 日本都取得了胜利,战胜了天朝大清国 又战胜了地处欧洲的俄国 让日本的国际地位急速上升 日本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 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到19世纪中叶 当美国人驾驶着他们的船只 载着武器来到日本时 日本人见识到这些船只及武器的厉害后 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与无能 于是他们坚决推翻了幕府统治 还振于天皇 明治维新短短40年通过前面提到了两场主要战争 日本已经在亚洲及世界上展示了他们强大的军事实力 政府内的军国主义思想迅速穿升 20世纪初的日本经济发展 刺激了人口的暴增 日本国内又于土地和资源的有限 政府内部矛盾日益加深 军国主义在政府内部占据支配地位后 侵略邻国无疑是转移内部矛盾的最佳方式 既能解决资源匮乏 又能宣泄激增的人口 就像中古时期阿拉伯半岛的贝都英人一样 他们骁勇和好战 只有通过对外不断征战 才能消耗因安定而积聚的好战动狠能量 其次教育 日本天皇给国民颁布了教育赤语 把对军人的行为规范 推而广之地到了普罗大众 小朋友从小就被教育要强身健体 忠君爱国 言于利己 强壮的体魄是为将来投身于战争做准备 国家命运高于个体生命的思想 是为将来献身于天皇事业做准备 所以日本军人把能为天皇而死 视为无上荣耀 再次宗教 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 是神在人间的全权代表 如果把天皇当作人来看的话 那么其余的人都不能算作人了 因为凡人怎么可以和神灵平起平坐呢 这就像中国的皇帝是奉天承运 是天子是九五之尊 草民和天子相提并论 这成何体统 所以当日本军人不在意自己生命的时候 其他人的生命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最后文明 文明其实非常脆弱 就像纸糊的墙一样 一捅就破 一把火就能烧成灰烬 文明里面有道德 有法律 但是社会环境可以碾压一切 当清华日军在屠杀南京老百姓时 道德与法律在战场上已不存在 而仅存的人性 人性的善恶又不得不屈服于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仇恨与丑恶就像遍地开放的毒草 将人性里仅存的一点良知 腐蚀殆尽 直至完全泯灭 作者也阐述了 为什么当时的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所知甚少 首先教育 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中 所涉及到南京大屠杀的内容都被抹去 教育部门会审查学校教材 对屠杀内容 即使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不能抹去 那么就退而求其次 尽量用精简语言淡化这个历史事件 而应该着重强调 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和长期的悲惨 其次 美国 在二战后 美国看到国际社会里的红色政权越来越多 意识形态的对立矛盾 愈演愈烈 日本向美国积极靠近 为了培植和拉拢在亚洲地区的盟友 美国也就乐于在舆论宣传上向日本示好 对于不利于日本国际形象的媒体宣传 美国莫不关心 甚至乎帮忙压制或掩盖某些负面宣传 再次拒绝承认 德国敢于承认侵略事实 并且也愿意向在侵略战争中的死难者提供赔偿 日本政府至今都是否认这些侵略事件 即使是关于屠杀事件的证据大量呈现于眼前 日本政府仍坚持这是谣言与阴谋 也拒绝对屠杀中的死难者提供任何经济赔偿 由于否认这一历史事件 日本的甲级战犯可以安坐神社 享受后人祭拜 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军人可以免于追责 某些人在商界和政界还异常活跃 名声在外 最后随着时间的进程 那段历史逐渐成风和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那段历史并未走远 从1937年到现在也没过百年 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 历史里除了有学有类 有中有尖 有好有坏外 还有行为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在历史事件里去探究人性 道德 法律 民族和文明 我们也不应该只沉迷于事件的表象 在表象里对侵略者胡乱一通谩骂 宣泄完个人的愤怒与同情后 就将思考抛之脑后 一个人懦弱 就容易受到周围人的欺负 一个国家贫弱 就容易招来野心家的侵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